23岁来自吉林是一名学生 女嘉宾小妇22岁来自河北也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 欢迎老妹 应该是同学对吧 是 怎么就从同学变成恋人的 因为我们学校有蒙面舞会 真厉害 开学的时候就有 我去商店买面具的时候 他正好也去 他就是要了我的联系方式 那就是大一就这样了 他比我大一届 那个时候我大二 他大三 小片里面说你骗过他很多回是吗 不算是骗 有些他说也太严重了 有时候 那咱们说说吧 他就是在骗我 一开始的时候 他追我的时候 说自己是学习挺不错的 是个学霸 然后家庭条件也跟我介绍了一些 我就感觉他这个人很憨厚 而且很老实 跟他在一起之后 我就发现他这个人有很多的毛病 最大的毛病就是撒谎 而且很多事情都是因为他撒谎导致的 你说说他怎么撒谎的好不好 就是他跟我说他学习好嘛 现在他大四 然后我就是想让他去实习 让他找一份正经的工作 但是他就是不愿意去 因为我家人可以帮他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他父母我找的那些工作 我其实都不喜欢 那我让你去电视的时候 你也不跟我说 你为什么不去啊 我就一直问他原因 他就不愿意去 最后我一直追问他 他跟我说 他没有学位证 他就是经常的在宿舍里打游戏 然后不好好学习 旷课 挂了很多壳 他没有学位证 一年多的时间 你说你没有学位证 这么大的事你都不告诉我 还让我父母忙下忙后的 跑了这么多给你找工作 你直接告诉我们 还省了我们这一份心 再说你没有学位证 我也没有怪你啊 你为什么要对我撒谎啊 我刚开始的时候 没想跟你说 是因为 因为我知道你条件特别好 然后感觉他家人 要知道我这个事的话 会更看不起我 那你不是迟早要知道吗 我的想法是 如果毕了业之后 能找到工作 这事就过去了 所以我也没想跟他说 哎呀 学位证都拿不了 你四年你干嘛了 他就是打游戏 就特别喜欢打游戏 神秘游戏里边 这也不是你自己挑的人吗 姑娘 刚开始我不知道啊 刚开始 那你知道了 你帮教他呀 对不对 对呀 我是不让他玩的呀 他根本不是帮教我 主持人 你知道吗 他干脆就不让我玩了 把电脑给我砸了 那就是不该玩吗 他也不是把电脑给我砸了 我电脑我还可以学习 我不喜欢你玩游戏 所以我让你把他戒掉的 还骗了你什么 他还抽烟 烟瘾引特别大 我让他戒烟 他也不听我的话 还自己偷偷的抽烟 在朋友面前 就是该怎么抽怎么抽 在我面前 他就是不抽烟了 但是身上有烟味啊 我能够闻得到啊 我以前抽烟他也知道 然后突然他就跟我说 今天开始我让你戒烟了 从此以后 我要再闻到你身上有烟味 我就不管在什么场合 我肯定要骂你的 然后每次见面 他就跟侦探一样 从头到脚闻闻 只要是有一点点烟味 他就不管什么场合 就开始骂我 戒没戒吧 我是当着他面不抽了 他说抽二手 你答应人家戒没戒 我答应他了 我说不抽了 又抽了 没有 就是有时候朋友在一起 怎么没有啊 抽过也 他就是这样 当面一套背面一套 还有别的吗 还有就是 这些练习你改掉 我就是认为 我可以跟你好好在一起 结果 他有一个前女友 他没有告诉我 这个 这个还跟前女友联系吗 怎么不联系 我断次联的 而且 他前一天是在 还拿我的钱 给前女友去花了 不是 他的人就是这种性格 就是说的太严重了 我就是前女友 其实不是前女友 就是一个同学 人家正好有事要借钱 然后我就向他那借了点 因为我们都是学生嘛 没多少钱 他借挺多的 然后我就从他那借了点 不是你没钱 你借人钱干嘛 因为我们也是同学嘛 同学 我现在的性格 就是挺豪爽的 我感觉他有拿 你的钱豪爽啊 我也是管他借的嘛 他跟你什么关系啊 我们是恋人嘛 恋人就可以花他的钱啊 没有 我是借的 我是先是借的 还了吗 还没 过一段他就还了 他骗我说给同学借钱 他同学有件事 我才借给他的 我要知道是他前女友 我是不会借给他的 凭什么拿现局的钱 给他花呀 那钱还是我心辛苦 你是怎么发现 那是前女友的 之前我就是翻他微信的时候 看到一个女生的备注是猪 我就感觉 这不是情侣之间 才能这样称呼的吗 太暧昧了 我问他他骗我说是打游戏认识的 后来我就说那你把他删了吧 反正你现在也玩的很少了 他就答应我删 后来过了些日子 我又看他的手机 发现根本就没有删 他跟那个女生就在微信里面 还点赞评论 我就是评论的时候 看到他们那里面说 这个钱贵先还你 你这不就是拿我的钱去了吗 我就问他 他就不承认 不承认我就说 那你把手机你给我看看 我看聊天记录 证明你心白 他省着我冤枉你 他就是不给我看 连下把聊天记录就给删了 我聊天记录是 当时我 我感觉他生气了 我想把那个好友删了 然后我摁错了 把聊天记录给删了 你怎么那么容易就摁错了呀 后来的时候 我就吓唬他 我说那我找人 把你聊天记录给你回复了啊 他就告诉我是前女友 我说你追我的时候 你就说我是你的初恋 现在有一个前女友 那我现在我算什么呀 我不是你初恋吗 他是你初恋吗 算是我初恋 算是 是 是还是不是 还撒谎 因为之前呢 我都说了他那就是我同学 然后他就认定了就是前女友 不是你俩今天为什么来呀 我就没弄清楚 我今天来就是要跟他分手 骗了我这么多次 我不可能再相信他说的话了 他人的性格就是说 他决定的事就根本没有商量余地 因为我感觉两个人在一起 很多事都要商量的 然后有一些事 你不能骗人的 那我做不到 他做不到 你做不到 我做不到啊 不行 做不到不行 就是打游戏的事做不到 你摔电脑 抽烟的事做不到 那我就骂你 就是这种性格 那你就做呗 我还是为了你好呢 因为我总坚持 我挣了很多的零钱 我就给他报了一个班 想让他就是学下英语 他也不去 去了一次就把班给退了 啊 啊 回来之后也不告诉我 我打电话 问他你每周都去吗 他就骗我 每周都去 老实讲的可好了 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去 偷偷的就把那个班给退了 钱呢 那我那时候钱是不给钱就花了 不给退了 就是钱就是全白给人家了呢 那你为什么撒这个谎吗 老实讲的是挺好的 但是我听了一节课之后 我就就感觉听不进去 后来我想 老实讲的好你听不进去 啊 我也是不想浪费他的钱 然后我退了班之后 我也去做兼职了 然后其实也挣回来 这个钱 钱给人家了吗 没有给我 没给就要挣回来了 那我怕他知道我退了班了吗 他就是这样 他一直为自己撒了这些谎 找借口 然后用这个借口再来糊弄我 哦 那你干嘛非要跟他在一起啊 因为他见过我父母 当时跟我父母承诺的很好 他说毕业了就在唐山这块找工作 买房子结婚 那个时候见父母的时候承诺的那么多 结果现在真的是轮到毕业买房子的事 他就跟他父母 就是另一种说法 你答应一毕业就买房啊 我是我也准备买房了 因为我快毕业了 这个是真的 这个真没有偏的 买了吗房 没有因为那个钱也挺多的 然后最近一直在商量 在选地方嘛 选地点 他说他父母是在青岛那块做生意 他把自己刚开始说的是家庭条件特别好 谁知道一轮到买房的时候 他父母其实是离异的 我还不知道 这刚开始家庭条件你就骗我 那你还想对我坦诚相待吗 你还想对我坦诚相待吗 因为他们家本来条件就好 然后头一次去他家嘛 然后他父母就感觉有点像瞧不起我的感觉 所以很多不好的情况我也没跟他说 因为我感觉家庭条件是自己决定不了的 以后通过自己努力 你跟我说句实话吧 你这房子能买吗 能买 什么时候能买啊 就是等我闭了业之后 这个房子就可以买了 等你闭了业 你现在学位证都没有 你闭了业拿什么养活自己的家 兄弟你这问题大了去了你这个 我其实我没有欺骗他 但买房子这种事确实是要买的 不是你还没骗他 没骗他 你说你是学霸 结果没有学位证 我感觉就算是吹牛不断欺骗呢 我就是 那你上了四年大学 为什么拿不到学位证呢 你告诉我 因为我本身我这种性格就是从小父母离异 然后上学的时间 就没有坚持在一个地方上过学 然后就到处到处走到处走 所以我这个玩心比较大 然后其实大学的课程我也听不进去 然后很多时候就不去了 所以导致化科 就你都有道理是吧 不是 我这一年多我就跟个傻子一样 他就这样骗我 到现在我一点未来都看不见 你打算怎地啊 我来就是想让他给我个机会 其实很多时候 给你啥机会啊 他也不理解我 有的时候 你让人怎么理解你啊 你告诉我 因为有些的时候我感觉 如果这句话这样说的话 他会高兴一点 所以有时候就没跟他说真话 你是不是经常为了让他高兴 不说真话呀 也不是就偶尔 你今天说句真话吧 行吗兄弟 是真话 你还有多少事没告诉他 我都告诉他 你买房子钱谁出 父母出 我父母出 他们不是离异了吗 怎么个处吧 一人出一点 一人出多少一点 一人出一半吧 一人出一半 你看了房了吗 看了 多少钱那首付 首付大概 多少钱一瓶啊 你告诉我 六七千吧 你看了房了吗 没没 你刚才不说你看了房了吗 我就在网上办 你个臭小子 买嘴胡言烂语的你真是 哎呦 真 行吧 你们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 QB特问卷 男孩 你觉得 以一个又一个虚假的 事情来欺骗一个女孩 能够走多远 我感觉很多的时候 就之前他说我说谎了 其实也不算什么原则性的问题 稍等 不要再为自己解释 你分不得清吹牛和 欺骗的区别吗 欺骗 零 你非他说 说他是一 而吹牛呢 他可能是零点八零点九 我来个四捨五入 我说他是一 这里有本质的区别 你明明 你明明学习不好 说自己学霸 你明明家里条件不好 说自己家境很好 曾经有过女朋友 但你要跟他说你是我的初恋 所有的这种谎言 注定了你有一天一定会被揭破 而且注定了 以谎言开始的恋爱 一定是不可能成功的 就是欺骗 我不知道是什么让你有了这种侥幸的心理 骗的太多了 什么是真实的你 你到底喜欢这女孩吗 喜欢 喜欢爱她吗 爱 那当你骗她的时候 你觉得是谁在受到伤害呢 是她受伤害 对啊 我不能想象说你爱一个女孩却时刻在伤害 她还蒙在鼓里 你不是爱 所有作为都是在包裹你的自卑 包裹着真实的你 而你对她是越来越厚的竖起了你的面具 随着你一次又一次的谎言 你是把自己的面具越来越加厚 到最后 完全这个女孩不知道自己在跟什么人相处 这就是你现在 你可能有一段不幸的家庭经历 并且在你的成长过程中 没有交到什么好朋友 导致你现在得过且过 毫无目标 一点也不踏实 所以给你建议就是说 不要缠着这个女孩了 因为她喜欢的 或者说曾经喜欢的那个不是你 虽然跟你出了一段 但是都是你编织的那个谎言 也许你编织的谎言当中的那个 你是你自己想成为的那样的人 但你没有为这个自己的一个目标去努力 反而通过谎言吹一些泡沫 把自己编造成那个人 从现在开始啊 不要再去说谎言了 因为最终欺骗的是你自己 你既然描绘出自己 理想当中的那个自己的样子 就去努力 先好好地学习 先把这个学位证拿到 去学英语也好 学任何的东西也好 都是对你有帮助的 好吗 让自己真正的越来越成为 你曾经编造的那个人的样子的时候 你就进步了 好吗 小伙子 别再自毁前途了 顺便呢 赶紧跟这个女孩说清楚 说对不起 我欺骗了你 然后放手让她走 谢谢 姑娘 其实你如果你想跟她分手的话 你根本不需要来节目 你大可以坚决地分手 并转身离开 留给她一个远远走去的背影 你选择来是因为你内心还有牵绊 你还有那么一丝的希望 这是一个所有女孩子在你这个年纪都会有的感觉 我们来做一个假设的环境 我们试图去理解她 而不是去批判她 她从小父母离异 她要在不同的城市跟父母单独的生活 她需要不断地 我想她的女孩多久 我们不希望她看她 就想她的意见 她不想要做什么 请我说她不做什么 我说她不想要 那种英字 我们不想要做什么 但我能发现 你们有什么事 我看她不想要做个体面 那种的意见 我可以有什么事 那么对不起 我说是她不想要做的 因为我的家人 我想要做什么 好 就是我们不想要做什么 然后我们想要做什么 不想要做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撒谎撒得一点都不痛苦 你一点都不痛苦这就很是问题 有些人撒谎是不得以而为之 撒完了谎之后马上百般的去努力 但不你一点都不痛苦 但是你不知道深处谎言的人 内心是有多么痛苦 你说你是学霸 谎撒出去了 如果你内心痛苦 你得百般的弥补自己的学业 不要去玩游戏找工作 那这个谎 从某个条件上来说 撒的还是值得的 你说你不抽烟了 但事实上你又要去抽 这种谎撒的有什么道理呢 你说买房 没有人逼着你买房 你为什么要去撒这样的谎呢 所以你很多的谎 之所以撒出来 不是因为生活的压力 和对方的要求 你迫不得以而为之 你要撒 你撒的谎 都是为了让自己好过一点 让自己舒服一点 得过且过 我只要这个谎一撒 这事就没问题了 我可能这个谎一撒 我这事就可以瞒过去了 我就好过了 而一瞒过去之后 他也不会想任何的补救方法 所以说着说着 他自己都信以为真的 你撒的一点都不痛苦 很多人在撒谎的时候 内心是很痛苦的 因为我骗了你 我难受 但他一点负罪感都没有 整个上场还在笑嘻嘻的 包括主持人再三的问你 你还在撒谎 那我们凭什么要相信 如果说你真的是因为家境贫困 害怕失去这个女生 而这个女生又是一个物质的女孩 你说你撒点这个谎 我还可以理解的过去 你要达到内心的平衡 你怕别人瞧不起自己 我还可以理解 但是别人并没有这样做 人家帮你去找培训班 你不去 人家给你温暖 父母帮你找工作 你也骗别人 你无药可救 你这种人 有人之所以愿意撒谎 那一定有人愿意在谎言中沉醉 你就是这样 你刚才所说的撒这么多谎 有好几个谎 只要你动动手 知道 打个电话 都问几个人 你就明明知道 这就是谎言 对吧 那你为什么会瞒在鼓里呢 我猜你知道 你不是不知道 你也不过是在自欺欺人而已 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他走到今天也有你的字 你如果像一面镜子一样 真实地反照出他身上所有的问题 对他的有一些谎言 紧抓着不放 揪根结底 他能走到今天吗 如果你要帮助他 如果你希望他能够回头 如果你希望他能够变得真诚一些 唯一的方式就是离开他 因为你离开他恰恰是告诉他 谎言 所造成的伤害 是要你自己承担 如果你今天原谅了他 他会觉得撒谎没什么 你看 依然有爱着我的女人爱着我 我骗了他怎么样 他爱我呀 所以说 今天无论是从情感 从道德 是帮助他还是帮助你 你都应该离开 我不是说不相信他不能改好 但短时期之内是不可能的 就今天他今天的表现 到这个舞台上 他依然在撒谎 你还能相信他肚子里有几斤真话 听见没有 听见了 走吧 最可恨的 其实跟你起集的时候 就是因为 不在于你说谎 而是在于你对生活的那种态度 你觉得一切都无所谓那种态度 让人太生气了 你知道吗 其实我觉得你现在重点不是这个女生 如果你想改好 如果你真的爱他 我希望你今天能够主动离开他 也许某一天 他还没有嫁人 他还没有男朋友 你真的如你描述的那样 你可以再追他 别再骗了 好吗 来吧 黄金六十秒 其实我今天来 来之前跟老师说的话之后 感觉心态就已经改变了 但是我感觉骗你 其实没什么 但是我感觉 其实这样也伤害到了你 如果你 真的能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 我会慢慢改的 就以后有什么话 我都先跟你商量 先跟你说 我感觉你现在不是在骗我 你是一步步步的在逼我 你现在已经触碰我的底线 我实在是 没有办法再相信你 以后对我说的话 我不知道哪句是真是假 你让我再考虑一下吧 道歉一下吧 其实我今天 不管你一会儿跟不跟我头好 我都想跟你说 对不起 我跟他骗你 回吧 请关门 看到这一对恋人的时候 其实 你真是打心里的气氛 之所以那么气氛 其实还有一部分因素 是来自于心疼 心疼两个 即将步入社会的孩子 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 有一个孩子身上毛病多了一些 他们的人生之路刚刚开始 希望今天是个教训 他们能记住 看看他们自己的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